2022年巴菲特股东大会浓缩总结 你最该投资的是你自己 这周末巴菲特和芒格 两位年纪总和接近200岁的传奇投资人 在奥马哈举办了他们的股东大会 整个大会全程有6个多小时 两位老爷子稳如泰山 里面的回答也是精彩分成 有着对过去的总结 也有着对未来的展望 很多投资理念的分享 还有对通货膨胀 甚至比特币的一些看法 这个周末我高度总结一下 不光是给自己 也是分享给频道的朋友们 也加入一部分我自己的看法 还有解读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 记得提前点赞表示支持 我们先来看看过去这个季度 他们做了什么 这样更好理解他们接下来说的东西 第一在过去的一季度里 股市的日子并不好 很多散户甚至机构都清仓甚至做空 对市场充满了绝望 但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 在第一季度总共购买了 518亿美元的股票 卖出了103亿 相当于净买入了410亿 很多的买入集中在 2月底3月的中旬 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前的 那一个时间点 那时候市场上都是极度恐慌的 老巴也是遵循了自己的原则 别人恐惧 我贪婪 买入了不少股票 他们公司的账面的现金 也是大幅的减少 来到了自2019年来的新低 看到这儿 是不是觉得老巴认为市场见底了呢 可以大幅抄底了吗 别着急下结论 接下来我们会讲 第二 即使现金储备来到了近三年内的低点 但是他们的账面 还是持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现金 巴菲特重申 伯克希尔手头持有大量的现金 他说有很多事情会变 但有一件事情不变 就是我们总会持有很多的现金 不是说商业票据 我们也没有货币市场基金 我们相信应该持有大量现金 并且从他的第一季度的购买活动来看 增持了西方石油 雪佛兰还有惠普 感觉得出他是对未来的布局 还是偏向于加息收益的石油板块多一些 巴菲特表示 也认为西方石油的年报很好 所以才决定投资其中 在谈到三月初对西方石油的巨额投资时 巴菲特称 三月头两周内收购了后者14%的流通股 价值超过了70亿美元 原本西方石油只有60%的股票可以流通 他表示 二月下旬以来 市场因为赌博心态引发的短期波动 让他找到了良好的长期机会 芒格也称 终于找到个 比美国国债更值得的投资 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到 老巴和芒格在投资的机会的寻找时 是相比美国国债而言呢 并且是期待从短期波动中 找到长期良好的机会 体现出他们是非常这种保守 而且厌恶风险的 可能一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年龄 在这里的原因 也是厌恶风险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认为 接下来的市场还会有更大的波动 有更好的买入机会 所以需要保持低的风险 其实他们手里拿了这么多现金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就有点像一个银行一样 他们有着自己的保险业务 这也就迫使着他们时刻 必须有着足够的现金来进行理赔业务 巴菲特也甚至表示 伯克希尔现在现金充裕 在需要的时候会比银行做得好得多 甚至他说 我们希望伯克希尔哈萨维 能在经济停滞时继续运作 这总是会发生的 这里他强调了两遍 可能说他认为经质停滞就在眼前了呢 巴菲特曾在08年的大衰退期间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关键时刻为美国银行 还有高盛都提供了资金 巴菲特表示 如果再有类似的金融危机上演 持有大量的现金 可以达到和美联储救市的效果一样 他还在大会上赞扬了鲍威尔 说他在面对危机时果断迅速的举措 他说美联储并没有走 到时候他们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拯救市场 美联储当然没有走 他们可以救市 但别忘了过去一季度的下跌 也是拜美联储所赐的 不过这里老巴的言外之意 在极度的危机的时候 美联储救市肯定是会来的 也顺便给这个鲍威尔戴个高帽 这个都很好理解 第三点 持有这么多的现金 不怕贬值之类的风险吗 怎么不考虑投资比特币 或者其他的金融产品呢 巴菲特和芒格又一次的痛批了比特币 巴菲特说 我是不会买比特币的 即使有人以250亿美元 卖出全部农场1%的股权给我 或者是全美国的公寓的1%的股权 我都愿意买 相反 如果有人说以25块钱的价格 卖出所有的比特币 他都不会买 给出的理由是 加密货币不向农场和公寓 具备生产的能力 他们有产出 有租金 但是比特币却什么都没有 比特币的价值取决于下一个买家 愿意支付多少钱给这个卖家 只不过是资金在不同人手中的转换和换手 有的赚有的赔 并且总结到 美国政府没有理由让另一种货币 取代现在更青睐的美元 芒格更狠 他说 他的生活中尽量会避免愚蠢邪恶 以及让他自己显得比别人更差劲的东西 然而比特币这三年都占了 他认为比特币最终会归零 不知道在这个有争议的话题上 大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欢迎评论区指出 下一点就是不投资比特币 又有这么多现金 这么高的通货膨胀 难道他不担心吗 巴菲特指出 通胀几乎欺骗了所有的人 包括债券的投资者 他会欺骗那些将现金藏在床底下的人 每个人都在讨论通胀 问题是 答案是多少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10年后 20年后通胀是什么样的 最好对抗通胀的方式和工具 是自己的盈利能力 所以最应该投资的应该是你自己 我觉得这碗鸡汤多少还是有点道理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干了它 我想对他来说 他的那些保险公司 还有大的分红股 地产还有石油等等 都给了他非常好的盈利 还有现金流 如果说他只是有手里那么多现金 却没有现金流的话 那么他确实会担忧通胀 对他手里有的现金的影响 不过对我们个人来说 努力的工作 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 是应对通胀的好方式 甚至保持身体健康 学习新的技能 都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第五点 最后关于市场是否到底 把握市场的转折点 巴菲特是这么回答的 我从来都没有搞清楚 怎么确定市场的时机 他坚称 我永远不会揣测市场的时机 我们对股市会怎么样的变化 没有哪怕一点点的想法 甚至对下周一股市开盘的表现 都没有一点点的想法 更不会根据股票的市场 更不会根据股市怎么走 来买卖股票 我们从来没有了解深入的经济观点 我们没法毫无差错地 选中市场的时机 不仅如此 巴菲特还承认了2020年3月 错过买入股票的黄金机会 那次回调的时间非常短暂 巴菲特也不能很快地反应过来 他说我们并不擅长掌握时机 我们更擅长的是 搞清楚何时得到 对自己来说足够的资金 我们不知道何时需要买什么 但我们一直希望市场 有一段时间下行 这样我们可以买入更多 巴菲特还说 如果在一个会扔飞标的猴子 和华尔街的经营里选一个 他一直都会选猴子 言外之一就是没有人可以准确地预测 短期股市市场的走势 这也是我们频道所推崇的 唯有长线投资自己看好的标的 才能长远的跑赢市场 也正如巴菲特所说 华尔街的分析师有的时候还真不如猴子 多希望市场下行的时间可以持久些 让我们可以低价地持续购买自己更多喜欢的公司的资产 以上就是我认为这次股东大会比较重要的内容了 我收获了不少的感悟 虽然说巴菲特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但是很多理念是可以效仿的 比如说去猜疑短期的走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我虽然不知道巴菲特和芒格这两个人 他们是不是每天开盘就盯着股价 但是让我猜测他们大概率是不会的 甚至可能很多天甚至几个月都不会看一眼大盘 我们每天盯着股价的上下 看着信息还有新闻是不是有点傻呢 只要在自己觉得合适的地方价格买入就可以了 不一定是最低点 因为几乎没有人可以抓到最低点 也不要因为没有抓到最低点而感到懊悔 还有一点就是2020年3月份那么大的机会 巴菲特都没有抓到 这也证明你不需要抓到每一个机会 都可以有财富的积累 如果机会错过了就错过了 总有下一个机会可以在前面等着你 还有就是美联储 它是完全可以改变还有决定市场的走向的 他们会在合适的机会毁掉市场 也会在合适的机会拯救市场 所以永远不要过度的恐慌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好好投资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更有能力 更有魅力 甚至健康 看着这两位年龄之和接近200岁的人 还可以高谈扩顿 一坐就几个小时 真的感叹 有钱还得有个好身体支撑着才能享受啊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愿大家都能从中获取些收获 也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也别忘了点赞表示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 好看